百元商店竟然出這個 它也聯名了 全部都是一片一片的花瓣 所以你泡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是Elsa嗎 沒有 它有那個香味 我看一包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它就打開來 恐怕的是 Sam老師會覺得自己是Elsa 沒有 它打開來 然後它每一包的香味的顏色 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它每一包的花瓣都不一樣 好是花喔 對 那個 李老師一包拿一下 你看喔 然後這一包全部都是 你看還有大朵的 然後它每一片 裡面都是 它這個是櫻花香 你看 就像這樣子 好可愛 現在我都沒有去攪拌它 它慢慢融入了 仙女散花 它就慢慢融入進去 對 然後這個櫻花香 就會整個散在你的浴池裡面 你最喜歡花的 然後你就可以 天女 就是啦 你就可以有那種泡 是啊 你朋友最喜歡花的 然後又有精油 然後又還有精油 然後起來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變得比較滑嫩 因為你流汗 不過你要是要 如果說有時候要去泡湯的話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安全 身體的健康的程度 再去選擇適當的泡湯就可以 好 我們來優雅的減重 不要太猴急 要怎麼優雅減重 第一個我覺得 有一個活生生學年年歷史 就在我右手邊 自己做一道餐點 其實你真的要減肥的時候 真的自己 不管你是一天找一餐做 或是一個禮拜找一天 來做自己的餐點 你會發現 你會覺得 就是你就會找新鮮的食物去做 而且你就會控制你的 該吃的東西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 你就會像聖老師這麼瘦 因為他都自己做東西 你就知道自己要吃什麼 選擇低熱量的東西 而不是去外面 去沒得選擇 你知道外面去人家做什麼 跟你吃你就只能吃外面的東西 所以自己做的餐點 其實我覺得滿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很關鍵的 這個通常在年後一個月 我都會提醒你叫減重的朋友 雖然說喝個紅酒非常的優雅 但是因為酒等於是油脂 也等於會造成你體脂肪 在慢慢增加 所以其實如果要減重的話 因為你過年其實已經都在喝酒了 所以年後的兩個禮拜內 可能要避開酒類的東西 因為發現你避開酒類 因為其實你體脂肪會很快就掉下來了 然後另外 如果說你過年完年之後 還要享受下午茶的話 有一個方法可以用 就是說你不要空腹的時候吃甜點 什麼叫不要空腹吃甜點 因為你空腹吃甜點 大量的甜食進來的時候 你胰島素會上升 上升之後 其實會造成脂肪的堆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吃下午茶 跟朋友約了 因為年後還是有一些小小的聚會 你就可以吃一點點的水果 比如說吃一點芭樂 吃一點柑橘類的 像柳丁 橘子 先塞個一顆再去 你血糖就比較不容易上升得太快 就比較不容易吞基層體脂肪 你又可以享受你的下午茶 然後第四個 其實這個大家都會用到的 什麼叫優雅 就是要用你的那個 你做完一餐之後 你就把一些盤子或是碟子 盡量每一樣東西 裝在一個碟子裡面 這樣吃其實有點麻煩 但是在麻煩的當下 其實你又要洗盤子 然後你這樣裝來裝上去 你就會發現說 你東西看得清清楚楚 菜吃多少 然後魚吃多少 肉吃多少 你其實這樣麻煩的情況之下 是有助於你減重的 然後最後一個 為什麼會提健康檢查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年前 忘記做健康檢查 你年後如果去做健康檢查 那個數據一出來之後 你就會開始認真的減重 嚇壞了 其實優雅跟咪咪康 剛剛他們兩個人提的方法 如果用得對 是可以減肥的 怎麼說呢 優美女是喝茶對不對 但是不一定要什麼藥茶 你只要用一般的 我們講含有兒茶素的那種茶就可以 我們現在比較建議的是喝綠茶 因為綠茶裡面兒茶素濃度是最高的 我常講一句話 我說餐前喝茶怎麼樣 降食慾 餐後喝茶去油膩 因為第一個你喝茶有水分 剛剛不是有提到 有人喝水跟咖啡 它有一點填充的飽足效果 所以它會比較降下你的食慾 茶裡面的多酚 它會結合裡面的糖分 食物當中的糖分跟消化酶 所以它會使消化力跟吸收率降低 所以可以使這樣減少 分接替是真的 對啊 所以餐後喝綠茶是OK的 知道嗎 OK嗎 對 OK的 但是就是說有的人胃不好的話 那要另行考慮對不對 秘密她講到鹽排育 你知道嗎 以前的羅馬人減肥 就是用洗浴的方式減肥 你知道以前古代人是有權有識人 家裡才會吃得很胖對不對 他們又很胖又想減肥 他們怎麼減肥 就是泡羅馬浴腸 但是我跟你講喔 你要用洗熱水澡的方式減肥 一定要在餐 用餐的前後兩個小時之內 來洗才有用 為什麼 之內喔 之內兩個小時 你如果遠離用餐兩個小時以上 就沒有那個意義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洗熱水澡以後 你的周邊循環會增加 換句話說把你的血量從腸胃道 帶到你的皮膚皮下 這樣子的情況下 消化到這邊血液減少 消化率會下降 吸收率也會下降 所以兩個小時之內才有效果 這樣聽到嗎 對 用這個方式 對 OK 好 第三個方式是 飲食調理法 好吃的 其實就是很簡單 第一個 利用食物的油脂來當作烹調 第二個就是 老實說 以水炒跟蒸煮為主就可以了 我在提供另外一個方法 是我朋友他也是很容易的 也不用另外自己再烹調 他說他為什麼會開始減重 是因為他剛好 剛才以理說一件事 身體檢查很重要 因為他就是年後去做一次 身體檢查之後 就發現說 他的血糖過高 他嚇了一跳 因為他一點都不胖 他其實並沒有過胖太多 然後發現怎麼血糖不好 然後他就很緊張 然後他就想說不行 所以他就開始叫做DGI的飲食 就所有生糖會超過50以上 他絕對不碰 然後他就盡量挑選 一知道他知道DGI 他就說第一個他就選粗食 然後蔬食 就是很 然後他不吃那些 精緻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精緻糖 連水果他也要特別挑 那種不會太胖的東西 他一個月一樣 他就說他沒有要減肥 他只是因為怕自己血糖高 換了DGI 他也瘦3公斤 他說很奇妙 他說我沒有去 特別想要控制熱量這件事情 我只挑了食物的種類 不要讓自己升糖過度 他就這樣就瘦了 所以其實飲食調節有時候 很多人就一直想熱量 一直想熱量 反而就是會忘記 食物的種類也很重要 有時候反而換個方法想 想種類他就成功了 對 因為其實就是少吃為主 然後還是要健康 所以我覺得就是像一些 什麼膳食纖維等等 之前都講過了 我覺得是最基本的 然後你也可以喝一些 像我今天有帶來一瓶 這個叫果醋 這個是果實醋 可以搭配著喝 這個裡面它就是有 木瓜 鳳梨還有甘蔗的酵素 然後你就可以一天喝個 就一杯到兩杯就可以了 然後它就是 全部都是水果提煉的 然後還滿香的 老師可以喝喝看 有兩杯 然後我今天泡得比較淡 因為它其實還是有點醋香味 然後有一些人 他比較不敢喝酸的話 就不要泡那麼多 好酸喔 對 然後我今天就是 很酸 很酸 蠻好酷的對不對 真的那麼酸 對 我泡滿少的 很酸 其實它可以泡溫的 可以稀釋 再稀釋多一點 可以再稀釋 然後我想說讓它 嘗一些比較好 你這是六人份的 對 屁壺的吧你 那老師嘗一下 真正的味道是什麼 但我覺得很減肥的感覺 它裡面就是純天然的 水果酵素去發酵 其實你可以找一些 自己的方式 這個其實謝謝老師 介紹這個 這可以在運動完喝 運動完之後喝 因為它有激酸 其實可以幫助減肥 但是就是說你要稀釋 不要讓它太甜這樣子 我會選擇無糖的 其實都很好吃 運動完喝 對 運動完之後 加蜂蜜可以嗎 一湯匙 如果女生的話 在一天一湯匙左右 控制一湯匙 因為泰山真的不好入口 對 那就不要加那麼酸 對 那我們要吃什麼 怎麼吃 好 其實我把我們減重班 年後減重的撇步 把它交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真的在年後 我們現在就是關鍵期 黃金減重期 你可以選擇 像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一天中有一餐可以吃素 如果你沒辦法做到的話 至少你一個禮拜有一天可以吃素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如果說一個禮拜一天吃素的話 其實是要把你的味覺調整 因為你過年其實都是吃大魚大肉 都是吃一些又油又鹹的 你可以先把你的味覺 先調到比較清淡一點 如果你意志力可以的話 我覺得一天裡面有一餐 吃健康的素食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瘦得還滿快的 然後另外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通常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在減重的時候 都會建議大家先喝湯 然後蔬菜再吃飯跟肉對不對 但是年後減重 我們真的要有一點技巧 就是你在喝湯前面 你要加一個DGI的水果 就是說你要讓它增加一點飽足感 讓血糖稍微上升一點點 讓你在餐中不會大吃大喝 然後這個DGI水果 你可以選擇剛剛想的小番茄 或是像水梨也可以 然後木瓜或者是說像芭樂 或是柳丁 這個都是屬於DGI的水果 你可以先吃半碗 先壓住你的血糖避免不要太快 然後另外蛋白質跟澱粉 其實這個是有訣竅的 這個我們減重班都會講 就是說如果你在年後的一個月 要減重的話 蛋白質的選擇 早上你可以選擇蛋或牛奶 這兩個你可以挑一個 比如說你要吃煎蛋 或是水煮蛋 茶葉蛋 其實都可以 然後低脂的牛奶 中午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這三種類 三種肉類選一個 比如說你要吃魚 吃海鮮 吃雞肉 你就可以選擇一個 只能吃一種 對 只能吃一種 或是你吃兩種量少一點點 比如說你吃魚 然後你的海鮮 就稍微少一點點也可以 而且不能吃12盎司 對 是16 16 對 16盎司 妳太小康了 抱歉 她運動量太高了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吃豆類 對 因為豆類 其實它是沒有膽固醇的 對 而且它的脂肪 是屬於比較好的脂肪 所以蛋白質選擇上面是這樣 然後澱粉的部分 是大家很在意的 因為減肥一定會在意澱粉 它的分配方式 我是用碗來做一個 跟大家做一個教學 就是一碗飯 然後中餐是8分晚 晚上是半碗 它其實有一個概念 它就是循序漸進的 往下降有沒有 就是早上的澱粉 是吃最多的 然後中午是適量 中午的話要吃適量的澱粉 因為你要上班 開始要上班了 然後晚上的話可以減半 或甚至於你可以吃 四分之一碗飯 然後還可以把澱粉的量把它減少 這個方法大概可以持續一個月 平均我們來看 大概一個月可以瘦3公斤 沒有問題 然後最後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打開你家的零食櫃 是不是還存在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你每天少吃 這三種組合的話 每天少吃500大卡 你一個月就可以瘦2公斤了 對 500大卡其實你看很容易 你就加一碗甜湯 加一個蘇打餅乾一包 其實就500大卡 這樣是500大卡 對 這樣是500大卡 然後如果你吃巧克力四顆 加上飲料一杯的話 這樣也是500大卡 四顆就500卡 四顆加一杯飲料 一顆多大 就這樣一般的 就是像雷四 像 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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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就四顆大概一顆大概50大卡左右 所以四顆大概就200個 然後一杯飲料大概300多 所以大概加起來大概500大卡 那如果你吃那種甜點 或是泡芙那種一個泡芙 加上一杯小奶茶 這樣加起來大概也是熱量 也是500大卡 這樣就500大卡 對 所以相反的你來想 如果你每天吃這樣子500卡 沒什麼意思嗎 這樣 沒什麼意思 人生幹嘛呢 真的 這樣就500卡 所以說如果你要這樣子吃的話 其實有個辦法就是說 你變成是說你一個禮拜 至少要運動5次 就是用熱量趕快把它消耗掉 但是年後我建議 你還是把這個熱量把它消耗掉 像Sam 你一天 一個禮拜運動幾次 我如果有空就是游泳 就白天一大早那一早 有空就去游 有空就去 固定幾次 三次 平均有到三次 三次 這麼多 不過都是要那種五六點的 凌晨五六點 陳友 我來補充一下 如果說你年後甩油 不想靠減肥 也不想變更 你的食量對不對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愛吃的徐瑋老師 立馬瘦了 我跟他去曼谷玩了5天 我回來瘦了 使用偽禁你會吧 沒有 他 我不敢相信 我去曼谷會瘦 我一個又不敢出去 下次不跟他去對不對 我不去了 因為他就懶得出門 對 我去看 感谢观看